提到中街的老边饺子馆 咱不得不提一位 他就是老边饺子的创始人 蝙蝠老先生 当年他是闯关东来到了沈阳 在路边架起一口大锅 然后包饺子 煮饺子 然后卖给路边的人吃 这就有了第一代的老边饺子馆 那时至今日 老边饺子馆已经有188年的历史了 那如果来沈阳呢 各位朋友 您要尝地道的老边饺子 必须要来的一家店 就是坐落在中街的一家老边饺子馆 而且我听说 今天还有一位行政总厨 她是一位大美女 她要好好地款待一下我 各位跟你讲 我们根本就没办法 停止我向美食前进的步伐 还等什么呢 赶紧出发吧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我是文杰 我知道 我想来老边找一下 我们这个行政总厨 您能帮我引荐一下吗 本人就是 你就是 欢迎欢迎过来 你看能不能 我真是有眼不是太傻 没有没有 你看我是慕名而来吃这个老边饺子的 对吧 你看这也到饭口了 你吃不在意子 带你吃我们老边饺子 天下第一 楼上走着 饺子常见 饺子厌不常见 除了传统的蒸饺 主饺 还有令人叫绝的创新手艺 看着雪花一般的冰花煎饺 油滋滋脆生生 红白相间的鱼形饺子 馅料是深海金枪鱼 这豆沙馅的炸饺子 那是饭后甜点 这么多的花样 真让人大开眼界 目不暇惊 咱们老话说得好 叫舒服不如倒着 好吃 不如饺子 对 但是你今天有点太过分了 你哪有这么款待客人呢 长得这么多饺子 你让我怎么下口 知不知道你来了吗 今天是第一款 第一款 对 所以应该先入口的是哪一个 百年变相 别看它没有形状 造型比较普通 还是有188年历史了 所以这个煸馅 从它开店那天开始到现在 也是188岁了是吗 对 所以说你先吃它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你好 我要吃你 你好 这就比我大多少倍了 对 好 我要吃一下 我们这个煸馅吧 它的特点是什么 熟馅 熟馅 对 我们老边找的特色就是熟馅 就本身它煲之前 就已经是熟了 熟制的 汤煸馅 为什么要把它煸熟呢 煸熟第一是 它会特别香 而松散 一消化 这个工艺 从古至今 没更改过 感觉口感一下 有一个历史沧桑的味道 来 来 让人尝尝啊 看到吧 这个饺子 品尝的时候 是我们是不建议 是干那个调料的 品尝原汁原味 还有汤汁流出来 好鲜哦 对吧 汤汁流出来 对不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汤汁 加骨汤 把它编织成那种 骨汤 对 啊这样 骨头汤 对 我还以为古代的 古代没有了 188年的骨汤 对 骨汤熬制的 把它夹入馅料里面 把它那个馅煮熟 然后把它用它的工艺 把它形成那个馅心 所以这个馅是猪肉 韭菜 虾仁 和虾仁 大大的虾仁 各位你看 对对对 一里一只虾仁 每个角都有一只的 哇 好满足啊 郑大厨 你说你这有点不地道 你本来要请我吃饺子宴 对不对 然后还弄一火锅在中间 那我还得来点菜涮一涮啊 这个不用 这个锅给我来一粒了 啊 这是什么 这个锅是当年那个 清太宗黄太极 最为喜爱的一道美食 哦 那在那个时代吧 开始在过年的时候 嗯 记住归来的时候 看来和大人一起享用 哦 我们叫玉龙酒锅 玉龙酒锅 所以里面主要是什么 珍珠水饺 珍珠水饺 给你沉点 我们的 嗯 珍珠水饺 饺子吧 这边是五颜色 哦 参成的无骨 参成福气 哦 啊 啊